向國民黨朋友們 致上我 萬分的歉意 對不起 如果讓中華民國台灣 過去創造的民主典範 和經濟奇蹟 不會功虧一愧 去一朝先進科技國家前進 是台灣人民 跨世代的願望 也是台銘 爭取參選2024總統的動力 我身為一個懷有全球誓言 擁有多方關係的國際企業人 我應該挺身而出 解決傳統政治人物 不能解決的危機 我要感謝國民黨朱立倫主席 和連勝文副主席 公開肯定 我郭台銘是國民黨的重要資產 當然我也要為我四年前 富氣 離開國民黨 讓很多人失望 所以 向國民黨的朋友們 致上我萬分的歉意 對不起 對不起 郭台銘 能不能夠被國民黨徵召 在於民調 在於民調的呈現 所以 我要拜託大家 從現在起 只要接到民調電話 不管哪一家做的 請表達 唯一支持郭台銘 讓黨中央有明確的依據 來提名最能勝選的人 如果我獲得國民黨的徵召提名 我將窮盡所能 團結所有非綠陣營 贏得2024總統大選 達成政黨輪替 國位過半的目標 進而建立專業青年政府 為民心力除弊 追求和平與繁榮 以科技立足世界的台灣 但是如果 最後 民調侯市長高過於我 國民黨決定徵召他 那麼我會全力支持侯有余市長 幫助國民黨勝選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不能讓民進黨繼續執政 不能讓我們的兒女 在槍林大雨中生活 我再次表明 我願意全力爭取 國民黨的提名 與賴慶德副總統 來一場君子之爭 國民黨的歷史 國民黨的歷史 感谢观看